性骚案件持续延烧,黑色会出道的大牙,经27日在脸书说出自己的性骚事件,透露2012年和老板陈先生以及双方经纪人一起出差时,被老板陈先生硬闯房门,还从后面环报询问撞不撞,大牙在贴文中讲述整个过程,当时老板陈先生敲他房门,我想可能真的有什么事吧? 既然只是说两句话,就开个小房听他要说什么,毕竟他是我老板 千不该万不该,就是开了那扇门,随后老板陈先生竟从后面环报他,还说怎么样?撞吧! 当时他冷冷的回复我喜欢受皮猴,不喜欢撞的,你不要这样 没想到陈老板竟回你又没试过,试过了搞不好你会喜欢 大牙表示当下一切都来不及反应,也告知对方胡闹完了快回去自己房间 我真的很累了没想到对方竟回好 那我们快一点 接着大牙认真的告诉他我是把你当哥哥 所以你开开玩笑我并没有放在心上 你已经结婚了,你的婚礼我也有去参加 你这样真的不对,也很奇怪 结果对方又回没办法,你范范姐就很不爱这种事啊 让大牙吓傻真的不敢相信我听到了什么那个爱妻形象的他 在荧幕上塑造神仙眷侣的模样 我见证了他们致死不渝的爱情 他竟然讲出这种话 我真的很想吐而且范范姐不爱这种事 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告诉我你再怎么有需求 也不应该认为自己可以对其他女人这样 最后陈老板见大牙实在没有意愿 才妥协的说那你亲我嘴巴一下我就走 更要大牙几谢装油给他带走 这样被撞见他从大牙房门走出来才好有个说法 而问及有无要提告 大牙则表示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过错负责 我为我当年的懦弱在今天勇敢站出来发声 至于当年的当事人要怎么负责 不是我的责任 最后大牙也说谢谢各界大家的关心 想说的话都在文字里了 为自己勇敢一次是希望阳光能照进心中黑暗的角落 也希望能把我的勇敢分享给其他可能有受过伤害的人 并且继续善良 正能量的面对每一天 对此黑人发出266字声明表示抹黑栽赃 指控毫无根据 全属虚伪不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